买保险前应该先了解基本条款 保险条款是保险合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它规范了保险公司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以下是常见的保险条款 1. 保单内容条款 这部分通常包含保险合约的基本资料 如保险类型、保障范围、保险金额等 如名词定义条款 这里会详细解释保险条款中使用的专业术语 如疾病、伤害、医院等 3. 保障范围及理赔项目条款 指明在哪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会进行理赔 以及理赔金额的计算方式 4. 除外责任条款 列出保险公司不负理赔的情况 如自杀行为或故意自我伤害 5. 保费支付条款 规定投保人应如何支付保费 包括支付方式和时间 6. 理赔程序条款 说明当保险事故发生时 投保人应如何申请理赔 以及保险公司的审核流程 7. 等待期条款 通常适用医健康保险 规定了保险生效前的一段时间内不予赔偿 8. 逐保条款 讲述了保险逐药的条件 9. 变更条款 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修改保险合约的内容 10. 解药条款 规定了提前终止保险合约的条件 了解这些基本条款 有助理解和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 如果想了解这么多详情 可以咨询你的保险理财顾问